那家長來的時候他們就可以少幫孩子填健康 這裡讓我們能掌握孩子的狀況 來到幼兒園 市長林又昌關心復刻後防疫工作 除了量體溫、酒精消毒 進入幼兒園之前防疫高規格 我們金融市政府超前部署 在過年之前就已經發給我們 發給我們這個酒精消毒的 然後還有這個紙外現身非常好用 再三感謝市府超前部署 提供耸布清潔機、紙外線消毒燈設備 讓學校復刻後能夠更落實防疫 幼兒園主動降載 目前收拖五成小朋友 像是幼兒娃娃車 原本一部載16人 現在只剩下一半 那其實我們在防疫期間 學校還是有收拖 那現在正式復刻之後 有許多的一個家長把孩子送回來 不過大概只有不到三分之二左右 那我今天特別來視察 整個的一個 學校的一個防疫的這個做法 都非常的到位 那也把我們市政府之前所補助的 包括這個紙外線的消毒燈 還有這個手部的清貼機等等 都使用的非常的好 那原方也主動的一個降載 像現在園區裡面 他們只收拖50%的小朋友 那另外像幼兒這個娃娃車 那很多人擔心 那其實學校也特別的把它降載 本來一部車是載16個人 現在一部車只載8個小朋友 所以是完全依照防疫的一個指引來做 原本的畢業典禮 因為遇上了疫情停課 改採線上方式舉行 得知7月27號降級復刻 校方把握機會 精心安排一場小型的畢業典禮 市長林又昌親自頒發畢業證書 給予孩子們深深的祝福 他們本來是6月份要辦畢業典禮 那一直等 等 等到今天 剛好這個三級降二級 所以等於是幫小朋友補伴 然後小朋友也很開心 那這個幼兒園這邊呢 也很高興能夠有機會幫孩子 來辦那個小小的一個畢業典禮 那沒有家長參加 那是希望讓孩子留下生命中 一個重要寶貴的一個基因 幼兒教育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啟蒙階段 今年的畢業生卻遇上了疫情 不管是線上獲得實體畢業典禮 相信會讓孩子永生難忘 記者黃少民 志永報導